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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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天好老师哦 今天跟大家讲解的是原子树 它是道尔吞呢 在1803年所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哦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道尔吞 然后呢 它第一个提出来的它是说啊 物质秀原子所组成的 好 它说呢 原子无法再被分割哦 可是呢 我们之后我们发 其实还包含呢 我们的子子中子 还有电子哦 所以其实我们的原子 是还可以在这边分割的哦 我们现在甚至还有发现 所谓的夸克 也就是更小的单位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它说呢 相同元素的原子质量相同 不同元素的原子质量不同 好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之后有发现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同位素 同位素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氢 这边是1对不对 这边是3 这两个氢 它们质量相同 中子数不同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同位素哦 这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 同样都是氢 但是它们的质量 却有可能不同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提出来的 第三个 它说当化学反应呢 反应成各种物质的时候 它会成简单整数比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今天一个A跟一个B反应的时候 它会形成AB 它不会有一个A 然后二分之一个B 原子不会被切一半 所以它反应必定会成一个简单整数比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提出的最后一个 它说当发生化学反应时 只有原子的排列方式改变 原子本身不会消失分裂或者是创造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今天拿A跟B下去做反应的时候 我不会产生C这种东西跑出来 我如果拿A跟B下去 我反应出来一定是AB 那可能排列足有改变 原本A跟A在一起 现在变成A跟B会在一起哦 好 但这边可能有个小小的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核反应 核反应这个东西 它不属于我们化学反应 它也不属于我们物理反应 它呢会牵涉到我们的原子本身 它的质量的消灭或者是生成哦 好 这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小地方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总共提出第一个 它是说我们的原子不能在分割 但是之后我们发现它还有 直子中子跟电子 第二个呢 它说呢 相同原子质量会相同 但是之后我们却发现有同位数 第三个呢 它说呢 化学反应反应时 它的反应会呈简单准处比 原子一定是一个一个的 它不会有一个 然后配上二分之一个哦 原子不会被切一半哦 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呢 它说呢 化学反应反应时的时候 只有原子的排列顺利发生改变 原子不会被创造或者是分裂 这边是对的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核反应 它不归属于我们物理反应 化学反应的部分 核反应会牵涉到原子的质量的改变哦 好 那我们原子说讲完了 那如果还有其他不懂的 欢迎进去底下连结看啊 我们有定比定律 还有我们的质量守恒 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次按摩 比成只要 uk天上 这一能够的 学见 眼镜